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游览著名的英国伦敦 英国首都也是英国最大都市 构成其英格兰的首府 在泰晤士刘豫 于公元50年由罗马人建立 这个著名的景点位于伦敦市中心泰晤河岸北的一座城堡 官方名称是国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伦敦塔 虽然其作为宫殿居住最后一位统治者一世几世纪前的James一世 但他名义上至今仍是英国王室的宫殿 伦敦塔始建于1066年底 是诺曼征服英格兰的产物 实际上它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边几座塔楼的组合体中间 有堡垒 军介库 国库 造币厂 宫殿 刑场 公共档案 办公室 天文台 避兰所和监狱 特别是关押上层间集的一些囚犯 这个地方在198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的伦敦塔主要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除了建筑物本身 可观看的还有 大布列店王冠宝石一些精美的皇家军械库收藏 一段残存的罗马人的要塞城墙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英国伦敦著名的一个景点叫伦敦塔桥 这是一座横跨泰晤士河高塔式的铁桥 可登入参观塔桥的建造历史及浮喊整个泰晤士河美景 这座著名的伦敦塔桥 于1886年开始建造 建造共历史8年 5个主要的建筑公司合共432名建筑工人参与工程 两座坚固的桥墩一共使用了7万吨水泥 桥塔和桥生一共用了1.1万吨的钢铁 桥塔和桥生的钢铁骨架外面都铺设是花钢盐和波特兰石来保护骨架和增加美观 所以从外面看上去 这座桥是非常的美丽大方宏伟壮观 直到今天这座打桥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打开关闭水上的交通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伦敦的最高点 Zschild 中文又叫碎片大厦 他又称摘星塔是位英国伦敦伦敦桥西兰厕的一个摩天大楼 高度由309.6米为英国最高建筑物 欧洲第二高的建筑物 耗资4亿亿英镑 在2008年的9月开工2012年7月5日完工的建筑 这座优雅的碎片大厦 由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师轮佐皮亚诺设计建造 整座建筑由11000个玻璃薄片组成 要是把这些碎片平铺开来的话 它总的面积相当于有8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里是碎片大厦最顶楼的酒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品尝美酒美食游览 观看整个伦敦城的全貌 如果你对这个高度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给你一个参照物哦 巴黎 埃佛铁塔总共高度是324米 这个The Shard 只比埃佛铁塔矮了十几米而已 一个楼都快和一座塔一样到高了 可见这个碎片大厦究竟有多高哦 站在最高点好像站在最塔尖的那个顶上 大家可以拍照留意 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 这座大厦不仅外观高大上 内部的实用性也非常的高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想要打造能登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摄取中心 所以大楼里 不论是办公 公寓 酒店 餐厅 零售商业 一个都不缺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